下来关注滨海战舰课题 对公正党梳理主席拉斐兹多次指控所相处部长 拿督阿多拉底夫涉及滨海战舰采购无弊案 阿多拉底夫的特别官员已经在8月30号向警方报案 指控拉斐兹诽谤 他今早配合警方录取口供 阿多拉底夫在脸书发文指出 警方今早已经上门向他录取口供 他也斥责拉斐兹是一名为了政治利益 指控他和他家人的撒谎者 根据中国报的报道 警方或许会在这几天内传召拉斐兹路供 拉斐兹是从8月22号开始 四度在自己的网站指控 一名叫在那的女子是阿多拉底夫的第二任妻子 并涉嫌在阿多拉底夫担任副部长期间 获得国防部上千万令吉的合约 而这些言论也被转发到脸书 推特TikTok以及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 大家如果请不吝点赞 明天9月11日 还有ольн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